我们要去正视身体内部告诉我们的东西 而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自我觉察之后 去找到造成你这样情绪的来源 跟它的刺激 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去处理 接下来该做的事情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陈永怡 上次讲了压力嘛 说是我很喜欢的议题 其实跟压力有拼的 我最喜欢的两个 一个是压力 一个就是情绪 今天在我们资源这么有限 然后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当中 对我们有这么多要求的情况之下 你看我们大脑才这么小一颗 它处理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不需要 这个没有用的东西 应该早就被淘汰了 所以其实情绪跟压力 之所以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应该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在 那讲到情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过 它是干什么用的 在过去的经验当中 如果你有被别人用情绪 这两个字来形容你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好事啊 在我的经验当中没有耶 都是说什么 你不要这么情绪化 你情绪很多耶 情绪要控制一下耶 好像都没什么好话好说的 那这么不好的东西 为什么还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今天我们先想就针对情绪来想一下 那它的功能呢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有想到过了 两个主要的功能 那我用两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就是温度计 一个就是警报器 好那在疫情的期间 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习惯 走到哪里被测量一下 它要知道你现在的温度 我为什么要知道你现在的温度 我要知道你现在系统的状态 有没有失常 那至于状况有多严重 要怎么处理 当然还有带其他的方式去多理解 但是这个是认识我们现在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我们的情绪也有类似的功能 就是反映出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不是OK 我们的系统的状态是不是OK 那第二个它的功能是警报器 今天坐在这边在教室里面 如果警报器响了 你会不会说没关系啦随便 当警报器响的时候 最基本最基本 它应该得到的是 你去查看一下嘛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当情绪今天出现的时候 不管是温度计也好 警报器也好 它是帮助我们系统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情绪其实在心理学上有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定义 那它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情绪呢第一个就是一种感觉 它是一个feeling 其实感觉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础 基础点 叫做一个baseline 那就像是湖嘛 如果今天这个风平浪静 看到那个湖面像镜子一样 没有任何的波动 这个就是你的baseline 什么样子的东西会导致baseline改变呢 就是有波动的时候 你说有波动的时候是 是什么样状态 风吹啦 里面有乌龟爬出来啊 里面有鱼在动啊 有人丢了块石头下去啊 那一旦这个baseline被刺激了之后 不管是从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被刺激了之后 它就会开始波动 这个东西就是一种feeling 就是我们的感觉 开始有感觉了 所以你看到了 先是一个feeling 然后呢 之后伴随而来的 有我们的认知 有我们的生理反应 有我们的行为倾向 好 这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坐在这边好好的 结果旁边来一个人说 喂 你为什么坐我位置啊 起来 被刺激到了 有种感觉 不知道什么感觉 想一想 你谁啊 你凭什么啊 你干嘛啊 这我是想法 你侵犯我了 我的血压就起来了 我的心跳就上升了 然后呢 呼吸变得急促了 好 这个是生理反应 但是当我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开始会有行为上面的一些改变 讲话越来越大声啦 面部表情啦 好 搞不好真的气到一个地步 我也会打人啊 讲脏话啊 骂人啊 声量的改变啊 用词的改变啊 好 这些都是行为倾向 所以要有这些不同的必要条件 才能够叫做情绪 跟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心情第一个没有那么的强烈 没有那么多的条件 它很抽象很模糊 就是一种感觉 可是它不会有特定的刺激 好你早上起来 啊心情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好就是觉得闷闷的 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刺激 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 之前我讲说压力 要知道有压力圆 情绪也一样有情绪特定的刺激 当我们能够知道 我有这样的感觉 而能够辨识出是什么样子的事件 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在调控情绪的过程当中 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工作了 在这个介绍情绪的这个单元里面 不能不讲到情绪的种类 跟这个基本的情绪有哪些 其实在我临床上面的工作 好大一部分的时间 是要帮助大家辨识自己的情绪 那在情绪的研究上面呢 到目前来讲 说是有一百种以上的情绪的 形容词是不为过的啦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的词会很贫乏嘛 我就这种感觉 我现在觉得我不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是这个 什么感觉 讲的不够细腻 其实也不重要 我们可以从基本情绪 开始来了解自己的感受 那基本情绪 为什么要叫做基本呢 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基本的情绪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每一个人经常性的都会有的 第二个基本情绪的要素是 它是跨文化跟跨不同的背景 跟个人差异的 过去的研究显示 不管是跟我们同样的 或者是不相同文化的人 我们在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的时候 如果是属于基本情绪 大部分都能够正确的辨识出对方面部的表情 所以这不用学 大家都会有 大家都经历过 而且差不多都可以辨识的出来 所以这些就是基本情绪 在我们学习了解情绪的过程当中 我通常会问我的病人两个问题 那我第一个问题会问的这个对方说 你觉得你现在的感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就一分为二 那一旦分了之后 你再可以更去细分 那细分的第一步就是 有没有在这个基本情绪里面的哪一项 是比较符合你现在的感觉 那基本情绪基本上有六种 有快乐 悲伤 还有 惊讶 愤怒 害怕 恶心 所以 在辨识我们情绪当中 除了它是正是负之外 我们可以试试看把这六个情绪走一遍 你现在的感受 是不是有比较像这六个情绪其中的一个呢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六种情绪就有点像我们的色彩 不是有三个主要色彩吗 那这三个主要的色彩 这个Primary Colors 可以把由这个三个主要的色彩搭配成任何一种颜色 所以我们的六种情绪 其实搭配起来就可以 让我们感受到很多很多其他更细腻更丰富的情绪 刚刚讲的这六种情绪里面 有哪几种是正向情绪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只有一种 有一种是半个 叫做惊讶 惊讶就是 预期跟现实的差距 如果比你预期的好 你是惊喜 如果比你预期的不好 那是失望 所以我们就算它一半一半的话 六种情绪里面 只有1.5是正向情绪 因为情绪的存在 是帮助我们生活下去 不是让你happy happy而已 就算是正向的情绪快乐 它的定义是朝你所设定的目标 迈进的过程叫做快乐 所以它快乐的感受 是它能够让我们知道 我现在走的方向是对的 所以每一个情绪都有它的功能 因此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常常都听到说要正向思考 要有正面的情绪 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去设立的一个目标 因为情绪的感受 它本身是个功能性的过程 它不是个目标 有的时候我问学生说 你今天最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他说我要当一个快乐的人 我要有个快乐的人生 我对于这一点都一直觉得非常纳闷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 帮助他去达到这个目标 应该反了吧 你今天去过你觉得有意义的人生 去做你认为对的事 去做你想做的事 快乐就是一个结果 它不是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情绪的这个范围 如果把它落在说 我今天就是要正向 要经历正向的情绪 其实这个跟我们人生存下去的本质 是不是太符合的 它是一个有功能性 让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是不是活在 我们要过的生活当中 因为如果你有太多的 负面的情绪的出现 它是一个警讯 它告诉你 你现在该要处理一些东西了 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很多时候有人会说 没有关系 当这种烂事发生在身上的时候 你就把正面思考 把这个去经历正面的情绪 你可以的 那要更费力 我已经有这么多烂事 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还要花更多的力量 去把它扭成正式 扭成正面的 扭成正向的情绪 那耗费我们好大的资源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妨可以去尝试的一个方式 是就我们的现状 接受我们的现状为第一步 你想要调整那些东西是后来 发生这些事情 我第一件要告诉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我有觉得要抱怨 我很倒霉的权利 而不是要别人告诉我说 没关系啦 你这边失去一点 明天可能就得到一点 我还没到明天 不好意思 我今天就觉得很糟糕 你让我可不可以让我有 感觉糟糕的权利呢 所以我们的情绪 第一个就是 它要告诉我们什么 你要跟你的身体说 它在告诉你一些事情 你现在很紧张吗 你现在很愤怒吗 你现在很害怕吗 你不要去转它呀 因为它很重要 它在告诉你一个讯息 你先要跟你的身体说 我接收到了这个讯息了 我现在很害怕 那你去找你害怕的根源是什么 来源是什么 结果你可能会发现 噢 虚惊一场 你去查了一下这个警报 发现它是坏掉了 修好就好了 或者是你发现 啊 屋子里面温度太高了 开个窗就没事了 不就解决了吗 而不是在警报响的时候 你会说没关系 正向来看 这个警报 不是个声音 它就不是个是 我们要去正视 身体内部告诉我们的东西 而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自我觉察之后 去找到造成你这样情绪的来源 跟它的刺激 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去处理 接下来该做的事情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 在生活当中大小事情 都可以做这样子的练习 我们下期间